現在說朱桂帶著林聰,一直來到聚意廳 自見中間有一把交椅,坐著一個好漢 這就是白衣壽士王倫 坐在左邊那把交椅的,是魔爵天道遷 坐在右邊那把交椅的,是雲女金剛宋萬 朱桂和林聰上前走了,林聰站在朱桂旁 朱桂就介紹說,這位就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 姓林榮聰,綽號炮子頭 因為被高太衛陷害,賜配蒼州 在那裏又被火燒大軍草料搶,忍不住殺了三個仇人 進去柴大官人家,好得到敬重 所以柴大官人故意寫封信來,對戰林聰入火 林聰聽朱桂介紹完,就拿封信出來遞給王倫 王倫接了信拆開來看了,就請林聰坐第四位交椅 朱桂就坐在第五位來 王倫叫小劉羅拿酒來,飲我三醇 王倫就問起柴大官人的近況 林聰就回答說,他每日都是去郊外打獵玩玩 王倫跟林聰講講一下,忽然想起 我是個不及帝考不取的壽彩 因為鬥起,就急著杜千來這裏落草 跟著是宋曼來,聚集了那麼多人馬 我又沒有很厲害的本事,道千、宋曼的武藝也是平常的 現在多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的禁軍教頭,必定是很武藝的了 將來如果被他看穿了我們的底,他壓榨起來,我們怎麼對付他好啊? 不是啦,至少是怪我一次,找些理由推了他 打發他下山翻車好過了,免留後患啊 不過就是太過不給柴盡就是了 好像忘記了他以前的恩德那樣 哼,不過事到如今,也不顧得那麼多了 當時王倫想定了主意 就吩咐小劉羅安排酒席,請林聰赴宴了 就來飲完的時候 王倫叫小劉羅用個托盤,裝著五十兩白銀,兩匹領司拿出來 王倫站起來說 柴帝官人舉戰教頭來到閉仔入伙 我們好高興 無奈閉仔糧食缺少 房屋又殘舊,人力寡薄 恐怕日後悟了竹下就不好了 這裡有些薄禮請竹下笑納 另外去找個大宅安身歇馬 千萬不要見怪啊 三位頭領 想我林聰千里頭銘萬里頭魚 得到柴大官人給面,介紹來投奔貴仔入伙 我林聰雖然沒有什麼才學 設望頭領開恩修錄 以後定當一死向前為山仔效力 這個只是我林聰平生之行 而並非為了銀兩禮物而來 請頭領明察 我這裡是個小地頭 怎麼放得到你啊 真是不要見怪啊 朱桂見到這樣就勸王倫話了 大哥 請你不要怪小弟多嘴 我們山仔的糧食雖然是少 至近村遠鎮都可以去借 山長水博,大把樹木 就算要建一千間房屋都不用有 這位是柴大官人一力舉戰來的人 怎麼好叫他去遞書呢 況且柴大官人一向對山仔有恩 以後知道我們不收他 那面子上就過不去啦 這位又是個有本事的人 他必定不會為山仔出力的 杜千亦接著說 山仔裡頭哪裏爭了他一個啊 阿哥你如果不收留他 柴大官人知道了 一定會怪我們的啊 顯得我們是很亡恩負義的 我們以前幸好多得他 那人家今天舉戰的人來 難道就這樣推了人 打發人家走 宋曼也勸王倫話 看著柴大官人的面子 留他在這裏做個頭領也好 要不然就顯得我們沒有意氣 賺給江湖上的好看笑話 王倫就說了 各位兄弟你們不知道 他在滄州雖然是犯了迷天大罪 但今天他上山 不知道他的心是怎樣的 如果他是來探聽虛實的 那這樣又怎樣 林聰見王倫這樣說就說 小人犯了死罪 所以投奔來入火 為何會疑心我呢 既然是這樣 那你如果真心入火的 就拿個頭銘狀來吧 好 小人都還懂幾個字的 請拿紙筆來給小人寫 哈哈哈哈 教頭你回錯意了 朱桂就笑著話了 但凡好漢門來入火呢 都要交頭銘狀的 即是叫你下山去殺一個人 將他的人頭獻上來 那大家就不疑心你了 這個就叫做頭銘狀 哦 這樣啊 這樣也不難 小人落山去等就是了 就是怕沒有人過 黃倫說 我給三日期限過你 如果三日之內有頭銘狀禮 就收你入火 如果三日內都沒有的時候 那就請你不要見怪了 當時林聰答應了 就回去客房休息 那心啊 愁悶到極 散了直之後 朱桂也辭別了幾位頭領 就落山回去看店了 當晚 林聰在客房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 吃了點飯 帶著一把腰刀 握著一把撲刀 叫個小流羅帶路落山 就用一隻頸爬過去 在一條僻靜的小老鼠等人過了 啊 怎知從早到晚 等到一天都沒有一個單身客 經過 林聰悶悶不落 只有跟小流羅過回島 回到山仔 黃倫就問他說 投名狀在哪裏 今天都沒有個人過 所以拿不到 你明天如果還沒有投名狀的時候 哈哈 也很難留在這裏 林聰不敢出聲 那心啊 危到不得了 回到客房 隨便拿點飯吃了就睡 那又過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就起床 跟小流羅吃了早飯 拿起把撲刀 又試下山 小流羅說 我們今天去南山那條路等了 兩個人去到一座樹林裏面 潛伏在那裏等了 哈 又是一個都不見過 伏到五排的時候 即是中五了 有人過了 幾多人呢 哼 一大班人 約莫三百多人左右 整群結隊一起走過來 林聰當然不敢動手頂 只要眼巴巴看著他們走過就算了 又等了一陣 看看天色已經很晚了 又是一個都不見有客人過 林聰就對小流羅說 為什麼我這麼悔起呢 等了兩天了 都不見有一個孤單客人過 那怎麼辦呢 大哥你放開心事 明天還有一日期限 我和大哥你去東山那邊路等 當晚 林聰照舊兩手空空翻上山 黃倫問他說 今天頭銘狀點啊 唉 看來今天又沒有了 我和你講過三日為限 今天已經兩日了 如果明天還是沒有 今天不必再見面了 就請你下山去投奔帝樹 林聰回到入房 心確實是愁滿到極 他不覺仰天長嘆說 唉 想不到我被高求那個惡賊哭開 流落到你這樹 連天地都不能夠容納我 唉 什麼真是這麼時乖 命只能我 過了一晚 日天亮起身 拿點飯吃了 打好包裹 就放在房裡來 把腰刀拿著撲刀 又和小樓羅落山過道 去東山那條路 林聰說 我今天如果還拿不到頭銘狀 只有他遞樹安身立命了 兩個人來到東路一座樹林裡 潛伏在等候 等下等下 眼看著日頭到了頭殼頂 還是一個人都沒見 當時正是殘雪初情 天色很明朗 林聰拿著撲刀對小樓羅說 看來又沒有聲氣 不如趁早回去拿著行李 去第二次找個地方吧 嘩 話口未遠 小樓羅用手指著前面說 好了好了好了 那邊不是有人來了嗎 林聰一看 喊了聲說 嘩 好淡 只見有一個人擔著衣服 在山坡下面走過來 等那個人走得比較近 林聰把撲刀 呀那揮一下 突然啪聲在樹林裡跳出來 接下來那個人見到林聰衝出來 唉呀 似聲 掉下衣服轉身就走 林聰就猛追過去 從哪裡追得到 林聰就說 你看 我命苦不苦呢 来了三天 刚刚等到一个人来 又被他走了 教头 虽然杀不了人 不过有这一袋财物 就可以定得当了 你先担上山 我在那儿再等一会 于是小琉琉 就把东西担上山 在这个时候 在山坡下面 有个人走出来了 临通一见 他就说 真是天次其变 那个人 拿着刀 行雷的声音 大叫 噗賊 你这帮杀不尽的财佬 抢了我的行李去哪儿 我正是要来 捉你们这帮家伙来 居然走来拔老虎嫂 他一边叫一边飞 跑过来 临通看下那个人 只见他头戴一顶 泛羊尖粒 上面插着一支红鹰 身穿一领白短精衫 触一条纵线腰带 打着青白相间的脚蚊 穿一对张皮蜜 牛皮香 挂着把腰刀 插着七尺五六身材 在面树 有一颗青色的很大的痣 塞边稍微有一些赤色的糊塑 他一来到 就将顶泛羊尖粒一掀 就这样挂在背脚树 打开空 听着那把瓶刀 大声地喝临通说 你这个帮策 将我的行李财物拿去哪里 林冲早就鼓到整肚气了 说多句都不想 他闹大双眼 胡桑都竖起了 听着把瓶刀冲上来 斗那个大汉了 一来一往 斗了三十几个回合 仍然不分胜负 两个又斗了十几个回合 只听见在山上有人叫 两位好汉不要打了 林冲听见就啪声一下跳出圈外 两个人都收了刀 看一看山上面 哦原来八衣寿氏黄伦 道迁宋满 和很多流罗罗在山里 他们坐船过了河 黄伦就说 两位好汉 你们把刀洗得真是好 神出鬼没 这个是我的兄弟炮子头林冲 喂 青面汉 你是什么人 叫做什么名 我是三代帐门的后代 五后阳令公的孙 姓阳明子 流落在这里关西来 年轻的时候我考过武举 官役做到殿司祭司官 道君皇帝因为要起座万岁山 派了十个祭司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缸 要运回东京交纳 谁知我行的衰运 压着那些花石缸来到黄河 遇到风沉了树 那些花石缸全部没了 我又不敢回去东京 就扔了去帝书避难 现在赦免了我们的罪了 我就带了一口迹速回来的财物 准备拿到东京在书物园来做使用 再教我原来的官职 今天在这书经过 我请了个庄客 和我担那一口财物 谁知是被你们抢了 麻烦还回给我了 怎么样 黄伦说 你这个绰号是不是叫做青棉兽 没错 就是我了 既然是杨继事 那请去我们山仔 喝三杯水酒 然后送回行李 好不好 好汗 你既然认得我 就不申请你把行李还回给我 那还好过请喝酒 杨继事 几年之前 小可去东京考武举的时候 就听闻过继事你的大名 今天这么幸运能够见到面 怎么能够叫你空手去 就是请上去山仔聚会一下 并没有其他意思 杨继听他这么说 只有跟黄伦一帮人过了河 上去山仔 同时 黄伦又吩咐人 去请了朱贵一起上山相会 各位 杨继先头说 说杜君皇帝要起座万岁山 杨继他又去运花石缸等等 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 原来 那个杜君皇帝 即是宋徽宗 他在公元1117年的时候 即是离开现在八百六十多年 他抽调了无数文工 在东京 即是河南开封 要淋一座大山 改名叫万岁山 要堆一座山 只是找些泥泥堆就不够漂亮 当然还要找很多奇花 意识来装饰他 这样才好看的 所以皇帝就落命令 要向南方来手挂 八岛就搬运回东京 当时 都不知害到多少人家破人亡 今天在宋朝的时候 整帮结队来运输货物 就叫做缸 当时都是属于官差性质 比如说 运盐 就叫做 盐缸 运茶叶 就叫做茶缸 等等 花石缸 即是运送花石 因为杜君皇帝 在南方搜集那些奇花异石 运到东京来装饰万岁山 因此就叫做 花石缸 还有一种生神光 这就是和皇帝运输授礼 以后就会讲到 现在就不讲他字 现在讲回杨智跟黄伦他们上山 他们来到最容易听 左边一纳四张交椅 是黄伦 杜千 宋万 猪鬼 右边是两把交椅 上手是杨智下手是林聪 大家坐下之后 黄伦就吩咐 湯羊摆酒 安排宴会 款待杨智 喝了几杯之后 黄伦的心就想 如果留林聪在山宅里 实拍出我们无聊的 不如我做个人情 留着杨智在这儿 让杨智来做他的敌手 顶住他才行 于是黄伦就指着林聪对杨智说 这个兄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 叫炮子头林聪 因为高泰卫这个家伙都不用得落个好人 硬硬捏造罪名来冤礼他 将他次配去昌州 在昌州又出了市 现在是新新来到这儿 先头听祭司 你说要去东京找事做 不是说小可有意来拉祭司 小可尝且要弃文就武 来这儿落草 何况祭司还是一个有罪之人 虽然说已经赦免了 只想官服完职就很难很难 而且高求那个家伙 现在掌握军权 他怎么用得下来的 不如就在小仔挟马 大清分金银 大碗吃酒肉 一起做好看 不知祭司以下如何呢 多谢各位投领这么大怯 不过我有个亲眷 他又在东京住 以前因为公事连累了他 一直未曾报答 现在我要去他那树一躺 希望各位投领将行李还回给我 如果不肯还 那我空手也都要去 哈哈哈哈 既然祭司不肯留在那儿 难道我们这么大胆 这么逼祭司入伙吗 哈哈哈哈 请你放心 在这里住一晚先 明早一早起行 杨志这就很欢喜了 当晚喝酒喝到一间才散席休息 第二天早上起床 又摆酒和杨志送行 吃了早饭 几位投领叫小楼罗和杨志担起一口行李 一起送杨志下山 送到路口才分别 叫小楼罗担行李和他过河送他出大路 黄伦他们回到山仔之后 这才肯收留临冲坐第四位 朱桂坐第五位 从此之后 五个好汉在梁山坡打家劫舍 这些暂时不说 现在只是说回杨志 他出了大路 就找到个庄客来担行李 打发了个小楼罗回到山仔 走了几天 就来到东京 入城 找个客店住落 给了工前的庄客就打发他走 过了几天 他请了人去书物院 跟他打点 他将带来那些金银财物 买上买下 就想做回殿师府祭事职务 唉 将带来那么多东西 都用到尽了 才跟他做到份报告 带他见殿瑞高太伟 来到殿瑞府大堂 高求将以前整个的经过报告都看了 发起火来骂杨志 既然你们十个祭事去运花石光 九个都回到京师来交纳了 偏偏是你这个家伙 将花石光失了 又不是自首报告 反而逃跑了 这么久都捉你不到 今天还想回来做事 哼 虽然你的罪是赦免了 但是不能够再用你了 港元将份报告大不得勾 不批准 叫左右将杨志赶出殿瑞府 今天武行 杨志赶紧闷闷不乐 回到客店 他想 黄伦劝我的说话 看来都是对的 我见到自己身家清白 觉得无谓碰污他 只意了一身的本事 一到一唱在边疆上立功 不过封砌任指 光宗瑶祖都好 没想到又被他这样击死了 高泰卫呀 高泰卫 你真是狠毒 真是黑薄呀 杨志的心 生气死来了 那么他在客店住了几天 糟了 连女费都洗干洗净 他想 这堂怎么好呢 嗯 现在只剩下这把祖先流下来的宝刀 这么久都是跟着我的 唉 现在生借无满 没办法了 好了 拿出去在大街上卖了它 卖了一千几百罐钱来做使用 去投奔帝舍安身 是呢 杨志狠狠心 当日就拿起把宝刀插了草标 拿去街上卖了 他去到马行街 在那里站了两个时辰都没人来问 站到眼走 又转了去天看周桥热闹那些地方卖 杨志正说站在那里没多久 只见街上的行人 转了转了 都躲进去的横行里头 躲进去的 杨志看到的行人 躲得这么慌张 一味叫 快点躲进去的呀 快点躲进去的呀 老虎来啊 老虎来啊 杨志想了 奇怪 是东京这个这么繁华的城市里头 哪里来的老虎啊 有 他没跟着大家走 他站着脚 四围望着 咦 只见前面有一个大汉 黑乎乱乱 喝到醉纷纷 走一步 撇一撇的走着过来 这个家伙 唉 真是三分似人 七分似鬼 见见骚髒腊 一头乱毛 周身掌满鲨鱼皮 十分丑怪 这个家伙 原来是京师出了名的懒仔 叫做 母毛老虎牛耳 就专门在街上耍无乃 行凶闹事 你试过有几场官司 搞到连开封虎都知道他不怎样 固承 满城人 见到他来 哎呀 怕了他 都躲起来避开他 牛耳撞到过来 见到杨志还捧着把刀 站在那里 就走到杨志面前 一手就拿起那把宝刀 就问杨志还 喂 你这把刀要卖多少钱啊 这把是祖先留下来的宝刀 要卖三千冠钱 卖三十个铜钱就买了一把 不是一样切得肉 切得豆腐 你这把这样的鬼刀有什么好处啊 叫做宝刀 我这把不是铺店卖那些白铁刀 是把宝刀来 你怎么为之宝刀啊 有三件 第一件 斩铜斩铁刀口不卷 第二件 吹无得过 第三件 杀人把刀上面无血 你敢不敢斩铜钱我看一下 你拿来 我斩给你看 牛尔是走去周桥 他那间杂货铺 拿了人家二十个铜钱来 一栋地放在周桥的栏杆上面 来啊 你斩得他开 我就给三千冠冠给你 这个时候 千冠地埋了那些行人又出回来了 虽然说不敢走近 只大家都远远围着看东西 杨智说 斩这栋铜钱而已 那又什么呢 他拿起三袖 举起把刀 看准了 一刀落去 撑一栋铜钱 当堂斩开两边 哇 真是这么厉害 看那些人都喝起彩泥了 牛尔就说 做什么 做什么 开什么彩啊 你们 喂 你先留下第二件是什么 吹无得过 就是这样 如果将几条头发向着刀口一吹 那头发都会断 我不信 嗯 牛尔在自己的头壳下 拦了一群头发出来 递给杨智 那你吹给我看 杨智左手摺过牛尔的头发 对着刀口 吹地出着力 吹 这些头发 那些头发 齐减减当堂断开两缺 飘下落地 那些人见到 就更加喝彩了 而且来看的人 就越来越多 还有你第三件是什么 杀人把刀上面没血 为什么杀人把刀上面会没血 将个人一刀斩过去 刀上面不见血迹 刀硬是你 我不信 你用刀来斩过来我看看 这么都行吗 在经诗里面无缘无故 怎么能够杀人的 你如果不信 你就捉狗来我杀给你看 你说杀人而已 又没说杀狗 你买就买 不买就把 你还在那里前我做什么 你拿一刀来我看看 喂 你不要无缘无料 我不是那么临线任你欺负 你敢杀我 我和你往日无冤 今天无首 无情白事我杀你干什么 牛耳死蛇烂线 一手拿着杨志 死这么吊话 我偏要买你这把刀 你要买就拿钱来 我没钱 你没钱就拉着我干什么 我我要你这把刀 我不给你 你这么厉害 你就砍我一刀 真是发都激出火 何况杨志又不是很老皮的 杨志兜起来 一掌就把牛耳推到整个凳低 牛耳就懒仔就是懒仔 他爛起身 一下就拿着你出来揽住 杨志 究竟杨志卖刀又怎样收货呢 下次再说 现在说杨志 被那个懒仔牛耳就揽住 他就大声地叫 各位街坊 你们都是见证人了 想我杨志 唯一没有了累费使用 要出来买这把刀 这个懒仔 硬硬要抢我把刀 还打我 大家都见到的 但是街坊 都是怕这个牛耳 没有人敢过来劝 牛耳就愿发猖狂 他就说 你说我打你 我就是打死你 算了什么 后一边说 一边就真的举起右手 一拳就蹦过来了 杨志 一吓一声 一吓闪开 拿着把刀 上前一步 一时火起 对着牛耳的喉咙 一刀割下去 啪声下 牛耳就整个滚低 杨志赶上去 在牛耳的胸口处 又连起插了两刀 当堂血流满地 就是这么大 杨志就说 我杀死了这个懒仔 我不会连累大家的 你们都来和我去官府自首 那帮街坊见杨志这样说了 立刻就走过来 跟着杨志就一直走去开封府自首 去到 府运正在衙门办公 杨志就拿着把刀 和街坊就来到大堂 一起跪下 把刀放在面前 杨志就稳告说 小人本来是电师祭士 为人塞了花石缸 削他本身职务 没有了累费使用 就将这把刀拿到去大街出卖 谁知有个懒仔牛耳 强抢小人的刀 又用拳头来打小人 小人一时火起 将牛耳杀死了 这么多街坊都是见证 那帮街坊都是帮着杨志 都和他作证 府运就说 既然是自首 就面打 接着府运就叫人 拿了一面长家来 和杨志带起 派两名办案官员 带来那些误作佬 押着杨志和一帮街坊 去到天汉周桥边 验了尸 立了案 那帮街坊 都录好了口供 交保释放 随传随道 杨志就运到死牢来 杨志押到死牢之后 监狱里头那些 肉侏 肉官 在宋朝的时候 就叫做禁止 折级 听说杨志杀死了 那个无无老虎牛耳的 都可怜他是个好汉 没有来问他拿钱不得止 还好好地照顾他 天汉周桥那带的街坊 因为杨志为当地 除了个害人虫 都非常感激他 大家就够了些钱 来送饭给杨志 上上下下 又帮他洗钱 卖通了 那个推士官 也见到杨志是个好汉 这次又是为了东京街道上 除了一海 牛耳屋企就没人了 没有苦主 所以就将杨志的罪状 改轻了 三推六问 判了个一时斗勾杀伤 不伤人命 等到六十日期限满了 那个经办的推士官 稳告个虎稳 就将杨志带出来大堂 除了面墙家 打了个二十大板 又叫了个文脈将人来 在杨志方面书 赐了两行金人 发配去北京大名府 留守思冲军 那把宝刀 对不起了 就没收充公了 当堂签署了公文 派两个压戒警察 无非是张龙、赵虎 和杨志钉上一面 七斤半重的铁业盆头 护身家 于是就喜情上路了 天汉周桥附近那一带 有几户有钱人家 他们盯了钱 等杨志经过的时候 就请他和两个警察 一起去酒店喝酒吃饭 又拿些银两出来送给两个警察 那帮有钱人说 麻烦两位念在杨志是个好汉 他为民除海 现在要去北京了 一路上请两位多多颁召 张龙、赵虎就说 行了 我们两个也知道他是个好汉 不用各位吩咐了 即管放心吧 大家将多余的银两送给杨志 杨志多谢过的街坊 告辞了 就和两个警察 去到原来住的那间客店 计清房租 拿回寄存在那里的衣服行李 买了酒菜请两位警察吃饭 又去找医生买了几贴膏药敷了伤口 就和两个警察起程 三个人向着北京出发 五里一程 十里一站 穿州过远 一路上阳 只不时买酒菜请张龙、赵虎一起吃 就这样 三个人 一路晓行耶稣 没多久就来到北京 入了城 就找一间客店落脚 原来北京大名府刘首思 上马管军 就是下马管民 最有权势 那个刘首叫做梁宗书 名字是细杰 她是东京当朝太师 蔡经的女婿 那天 是二月初九 刘首升厅办公 两个警察 就把杨志戒到楼首思大堂 呈上了开封府的公民 原来在东京的时候 梁宗书也认识杨志 他见了面看了公民 就详细地问杨志这件事的经过 杨志就将高太伟不准他服职 自己也花尽了钱 当街出卖宝刀 杀死了牛耳的实情 一五一十 稳告给梁宗书听 梁宗书也很喜欢梁宗书这个人 听他讲完经过 当堂和他开了家 留他在堂前听后差遣 同时 批复了公民交给张龙照虎 他们两个就回东京消差了 现在只是说说梁宗书 他在梁宗书那里 每日恩勤事后 听后差遣 梁宗书见他这么勤狠 就有心要抬举他 提升他在军队里面 做过副牌军 每个月资分一份身水 每个月资分一份身水 不管 不知你的武艺怎样 小人是武举出身 曾经做过殿师傅祭事职务 这十八般武艺都是自小就学的了 今天多蒙恩上台举 就好像拨开文墓见青千一样 杨智如果能够有一些长进 一定为恩上誓死效力 梁宗书好欢喜 就赏赐了一副盔甲给他 但日一早 当时正是二月中旬 风和日暖 天气非常之好 梁宗书吃完早饭 带着杨智上了马 前夫后勇 一直去到东国门教场 受到大小官员均促的迎接 梁宗书去到演武厅前面落了马 上了厅 在正面摆着那张混银交椅上面坐落 在他的两边 齐齐整整地排着两行官员 指挥使、团练使、正统使、统领使、衙将、教卫、正牌军、副牌军 另外在前后周围 正正神神地排列整八个将校 在正将台上面站着两位刀监 一个叫做李天王李成 一个叫做文大刀文达 你两个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 他们所统领的众多兵马 一齐都来朝着梁宗书高呼三声敬礼 这个时候 在帐台上面 树起了一面王旗 帐台左右两面排列着那四五十对金鼓手 一齐雷起上来 吹了三通号角 雷了三通鼓 教场上面 哪个还敢出声呢 然后在帐台上面 树起了一面正平旗 前后五军一起整肅 接着帐台上面 飞舞起了一面引军红旗 只听见鼓声响出 五百军排列成两个阵 这些军事的手上都执着成械 接着帐台上又飞动起了一面白旗 两阵的马军都齐齐整整地站在面前将马立定 梁宗书传下命令 叫副排军周锦上前听令 在右阵里面 周锦听门叫他 就拆马来到演舞厅前面 跳下马 插好枝枪 打雷的声 定了个例 梁宗书就说了 命令副排军 施展本身无矮 周锦得了将领 握着枪上马 在演舞厅前面 左盘右船的右盘左船 将枝枪洗了几路 大家都喝彩 梁宗书就说了 叫东京队伯黎的军剑 梁宗书 梁宗书走上演舞厅 敬礼 梁宗书就说了 梁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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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于是梁忠书就叫人牽了匹箭马来 又叫甲丈夫的徐行官吏 配备兵器 让杨志披挂上马 和周紧比武 杨志去到演武厅后面 领着衣甲穿着好 扎好了 戴上了头盔 拿齐弓箭腰刀 手执长枪上了马 在演武厅后面跑出来 梁忠书见他装束好了 就说 命令杨志和周紧先比枪 周紧是看杨志不起的 他很生气的 这个贼佩军 竟然胆敢同我比枪 周紧和杨志两个都拿着马 站在军旗下面 都准备出战交锋 只见兵马高监文达 大海的声音说 米志 他上来演武厅 品告梁忠书说 恩上 他们两个比试武艺 当然要见个本领高低 不过枪刀乃是无情之物 只是仪于用来杀责绕匪 今天 那是军内自己比武 你是有些损伤 轻则残废 重则致命 这就于军不利落 不如除了两支枪的枪尖 用箭片包住 任了石灰 他们两人都穿件黑衣 就是用枪杆来打 身上百点多的就为书 说得对 说得对 跟着梁忠书就传令下去 他们两个人接到命令 就走去演武厅后面 除了枪头 都用尖片来包住 扎钱一块银 穿上了件黑衣 用着枪在石灰桶树 喝一喝石灰 再上马 出到来镇前 令其一辉 周锦和杨志都约马田昌 撕杀起来 他们在镇前来来往往 反反复复 打成一团 真是安上的人斗人 坐下就马斗马 两个人斗了四五十个回合 看看那个周锦 嘿呀 好像整把豆腐掉下来 身上一砍二砍八摸摸 约摸有三几十打 看看杨志 仅仅在左膊下面有一点白 梁忠书好高兴 叫周锦上来演武厅 看着他身上的石灰狠就说 前任推荐你做个副牌军 但是看你这样的武艺 怎样去南征北战 又怎样做得个名副其实的副牌军 于是就叫杨志去顶替他的職务 谁知兵马刀监李承上来演武厅品告说 周锦是枪法伸疏 得过攻马熟练 如果就这样灭了他的職务 恐怕影响军心 好不好叫周锦再和杨志比下箭呢 好 有道理 梁忠书再次下命令 叫他们两个比箭 两个人接到命令 到房帝之枪 领了弓箭 梁忠书拿起将功 开了几下 对用了 就跳上马跑到演武厅前面 在马达笨书站起身 欠身品告说 恩上 弓箭一发 事不容情 恐怕会有损伤 请恩上指示 军人比武 怕什么伤残呢 只要有本事 蛇死物论 杨志得了命令 就回到阵前 兵马刀监李成 就叫人拿了挡箭牌来 每人给一面 爱来防护身体 两个人领了挡箭牌 就固住在手臂上来 杨志说 你射我三箭 然后到我射回你三箭 周紧听了 对了 他真是恨不得一致 你将杨志射穿个大洞 这杨志不竟是个军官出身 本领高强 看穿他的手段 根本就没当他是野 这个时候 将台上面 将一面青旗揮动 开始了 杨志拍马向着南边跑过去 周紧拆马赶过来 他将条姜绳 搭在马安桥上面 左手拿弓 右手搭箭 拉到满满的 对着杨志后心 踩一踩 杨志听到背后公然响 踩一踩 来一个灯女藏身 那支箭就射了个胸 周紧见一箭射不中 心就慌了 急急在在箭湖 拔出第二支箭 踏上公然 后准杨志 向着后心就再射一箭 杨志听到第二支箭来 这次就不是灯女藏身 那支箭就好像风那么快飞来的嘛 杨志也拿起将功 用功勢轻轻轻一搓 那支箭就出出出出出出出 那支箭就拔出草地 周紧见第二支箭又射不中 心就更慌了 这个时候 杨志匹晚 早就跑到较长进头 他辣一下 将他买一兜 那只买就转身向着正轻那边跑回去 周紧也将他买一辣 跑回转头 趁势就追过去 哎呀 在教场那边陆庸庸的草地上 八只马蹄 跑到飞这么快 周紧再拿第三支箭 踏在公然上面 拉到门一门 出尽平生的气力 眼睛睛地望着杨志的背后 一箭射过去 杨志听到公然响 一轮转身 就坐在马鞍上 将那支箭一捞 就捞在手里 就纵马跑到演武厅前面 扔下周紧那支箭 梁中书见到大为高兴 立刻就落命令 叫杨志直都射周紧三子箭 将台上 又将那面青旗揮动 周紧扔下了弓箭 拿起一个挡箭牌 一拍马 向着南边就跑过去 杨志在马上 将条腰一种 稍微将对脚一拍 那支马就咕咕 就追上去 杨志先将马脚 嘖 虛拉一拉 周瑾听到老后公然响 立刻扭转身 他这个挡箭牌就来挡 谁知道挡个胸 周瑾就想 那个家伙 只是会洗枪 不懂射箭 等他第二支箭再装假斗的时候 我就看住他 那就算我赢了 于是这样 周瑾想得来 他的马已经跑到较长南边的尽头了 周瑾就拆马跑回演武厅 杨志健周瑾跑回转头 他也拆马回转头追过去 他拔出了支箭 踏到公然上面 他想 如果射中了他的后心 必定会拿他的命 只他和我有无冤无仇的 不要了 我射他不致命的地方就是了 你看杨志 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蟹 公开如满月 就战去似流星 真是说时迟那时快 一战就正正射中周瑾的左膊 周瑾操手不及 一声就翻身落马 那匹空马就一直跑回演武厅后面 看到周瑾中了战落马 很多兵都赶过去救护他 梁忠书见杨志被战又赢了 就满心高兴 立刻叫军政司立个案 命令杨志是代替周瑾的职务 杨志喜喜扬扬 落了马就走来演武厅前面拜祭恩上 准备接周的职位了 怎么知道台阶下边 左手边 有一个人走出来大声地说 不要就职务 我同你两个比下武师 杨志看下这个人 只见他的身材是七尺以上的高矮 面圆已大 唇阔口方 塞边一把连塞胡桑 真是威风凉凉 相貌堂堂 他一直走到梁忠书面前 行走个礼物品顾说 就紧因为有病 未好得完 精神不好 所以一时不输了给杨志 小将不才 愿意跟杨志比武 如果小将有半点输舌 就给杨志 不就叫他接替周瑾 就叫他接替了小将的职务 我死而无怨 梁忠书一看 不是谁 原来是大名府刘首斯 正牌军索超 唯因他的为人性急 好似那炎落火一样 他为了国家的面子 一你要争吞气的 打起将来总是一马刚先 所以人人都叫他做急先锋 李诚听见索超这么说 就一将台落泥 一直走到演武厅前面 稳告说 上官 杨志既然是电师祭士 肯定是好武艺的 周瑾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跟索超比武就对了 一比就分得出忧烈了 梁忠书听了心就想 我只望一力抬举杨志 怎知这么多将官不服 好 一如等他赢索超 那他们就死而无怨再无话说了 于是梁忠书就叫杨志上来演武听问 他说 你和索超教认武艺 你和索超教认武艺好不好 恩上有令 不敢违抗 既然这样 你去后面换个装束 好好地披挂 叫甲壤库的徐行官来 拿应用的军器给你 同时就叫牵我的战马 给你来骑 要小心在意 不要看得随随便便 是 多谢恩上 杨志走去装束 这头 李诚就吩咐索超 你和他人 究竟是你的徒弟已经输了在先 你如果有什么疏忽 就会被他将大明府的军官都看轻了 我有一匹上惯战阵的战马 还有一副披挂都借给你 小心在意 千万不要输啊 索超多谢我理成之后 就走去装束 梁忠书嫌坐在厅里头都看得不是很清楚 他站起身行到台阶前面 那些徐重就搬了那张银交椅出来 摆在月台的栏杆旁边 梁忠书坐下 那些徐重分两行棋 还在这儿侍候 那个打罗杉的 撑开那顶大罗杉 在梁忠书的背后遮住阴 跟着墙台上面传落命令 揮动红棋 两边当堂金鼓齐名 就雷起第一空战鼓 在教场上面两阵之内 到幕场上就ぐ掌握打 湖声响住 索超和洋志亿分别跑马进阵 藏在门旗下面 将台上面跟着揮动王棋 雷起第二通战鼓 两军一起 哇哦 那哭一声 教场上面 再没人敢出声 静静静的 真是眼睛落地都听得见 再一声罗响 扯起静平白旗 两面所有的将官 没有一个敢走动 没有一个敢说话 正正的站在那里 墙台上面 又将青旗揮动 雷起第三通战谷 左边镇内的门旗一分 只见挂在马颈上的银铃一响 正排军索超 拆马就直到镇前 只见他头戴一顶 熟铁狮子盔 老后就斗这么大一个红鹰 伸起一副 铁叶穿成海甲 腰纱一条杜金 瘦面畜大 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 罩着一颗飞红屯花袍 扔着两条绿涌旅嵌带 下穿一箱 邪皮气夸胸 左大一将功又圆一护签 手拿一柄金站虎 坐下李刀监那批能征冠战的雪白马 他兜着一只马 站定一阵前 果然是英雄豪杰 在右边阵内 门旗一分开 银铃响处 洋子的约马来到阵前 只见他头戴一顶 奔铁盔 上面插着一朵青银 伸穿一副 欧瀚梅花鱼叶甲 捉一条红涌腰带 前后瘦面掩心 上罩一领白罗生息花袍 扔着一条纸涌飞带 脚穿一箱黄皮衬底胸 一张皮靶弓 几枝作纸展 手上 挺着混铁点钢枪 骑的是梁忠书那批 火快尺千里尸丰马 两边的军将 见到索超和杨智的各自立马阵前 都暗暗喝彩 有个棋牌官 在正南方 拿着一支萧金令志旗 飞马来到阵前 大声宣布 我说 奉上公命令 叫你们两个都要用心 如有错误定行扎法 如果赢了重重有赏 两个人一接到命令 就纵马出阵跑到教场中心 只见两麻相交 两件兵器 光声就打起上来 哎呀 这个是一虎 砍落头壳 那个是一枪直插心窝 这个的虎人 闪几道寒光 那个的枪尖 就吐一条火焰 一来一往 一去一回 四条手臂中横 就八只马蹄撩暖了 两个斗到五十几个回合 都不分胜败 梁忠书坐在月台上面 就看到眼都定了 两边两边的军官 一字看 一字就慢地喝彩 阵上那些军事 大家都说了 我们当了这么多年兵 也都出过几次精 打过几次仗 何时见过这么厉害的 一对好汉撕杀 李承文达两个在仗台上面 也不停口感赞 好厉害呀 好厉害呀 杨志和索超两个比武 打了五十个回合 打到不分胜败 两个都非常好武艺的 看到大家眼都定了 不停口感赞好 文达的心怕两个之中 相亲一个都是不好的 就急急通知棋牌官 拿着令志棋 就去将他们两个分开 帐台上面 忽然 碰一声罗响 就即是叫停了 知道杨志和索超的正在斗得兴起 大家都要争弓 哪里肯回马呢 一直等到棋牌官飞马来到大叫 两个好汉停手 上弓有令 杨志和索超这样才收住手里头的兵器 拦着马就各自跑回本阵 纳马在门旗下面 看着梁中书等候将领 李承文达落了将台 走到月台下面 稳告梁中书说 上弓 根据这两个人的武艺 都可以重用 梁中书好高兴 就全令要杨志索超上来 他两个来到演武厅前面 落了马 将军器交给小教接住 就上到演武厅 攻身停后命令 梁中书叫人拿了两顶白银 两幅医料来赏赐给他们两个 同时叫军政司 将两个都升做管军提核使 被阻案报告朝廷从当日起就职 索超洋志都拜借了梁中书 捧着那些赏赐就落了演武厅 解低了那些枪刀弓箭 射了头盔衣甲换了衣服 又重新上去演武厅 再拜借了各位军官 梁中书就叫索超和杨志互相征了礼 就入班做了提核 那些兵卒就打起得胜鼓 举起金鼓旗就散了先 梁中书和那些大小军官 都在演武厅来演会 一直到红日西沉了 演会结束 梁中书上了马 所有官员都送他回到官府 在他的马前 是杨志索超这两个新就职的提核 一左一右 也都是骑着马 头上也都戴着红花 一路走入了东国门 哎呀 街道两边 男男女女老老乱乱都出了来看 个个都喜笑颜开 梁中书就在马上问他们说 你们这些老百姓为什么事这么欢喜啊 那帮白爷工都跪下说 我们身在北京 掌在大明府 从来都没见过 好像今日两位好汗将军 比武这么好看的 今日在教场看见这样的对手 心怎么说不欢迎你啊 梁中书听了 那心就更加高兴了 回到梁府 那些官员就散了 索超就被一帮弟兄请了去饮酒庆祝 杨志是新来的 未曾有朋友相识 当然是没人请饮了 那就在梁府里面住宿了 从此之后呢 杨志就日日在梁府里 欣欣勤勤勤听后差遣 你们都不在话下了 自从东国教场比武之后 梁中书就非常喜欢杨志 日日都和他在一起 杨志每个月又有一份身水 那自然慢慢就有人来结识他 那个索超呢 看见杨志本领高强 心也都很佩服他 所以大家相处得是挺融洽的 时间过得很快 春去夏来 不知不觉就到了五月五日端阳佳节 那天梁中书和他老婆蔡夫人 在后堂举行家宴 来庆贺端阳 喝了几杯吃了两尾之后 蔡夫人就说 上公自从出身之后 今天做到一位统水 掌握国家重任 这些功名富弊 是从哪里来的呢 夫人 西杰自有读书 颇知经史 人非草木 怎么会说不知道 这些都是泰山对我的恩德 提攜之力呢 西杰真是感激不尽的 上公既然知道我父亲的恩德 为什么不记得了他的生日呢 怎么会不记得的 泰山是六月十五生日 我已经派人拿了十万馆 去买金珠宝贝 准备送去京师贺寿的了 一个月以前 去办事的人都领了钱去买的了 现在已经买到九成有多了 再等几日 等样样都准备 妥当了 就派人起床送去 结果这件事还在囚循着呢 夫人 去年我们买了这么多金银珠宝 派人送去 都未到半佬就被那些贼劫了 白白浪费了这么多钱 到现在那些贼都未曾捉到 那今年叫谁送去好呢 你手下有这么多军教 选个心腹的去就行了 嗯 还有四五十日 过几日等礼物齐备了 到时再选个合适的人去都未迟 夫人你又不用挂心了 世杰会办的了 那梁总书今天这一餐家宴 由中午一直到夜晚二更才散截 这些就不讲他那么多了 现在讲一下山东济州运城院 有个知院即是院官 姓氏叫做文斌 这个人是很精明能干的 这一天 他升堂办公 左右两面排着一班官吏差役 他坐定之后就叫卫斯暴道官员 和两个巡步刀头来 这两个巡步刀头 一个是步兵刀头 一个是马兵刀头 马兵刀头管辄二十个骑马的弓箭手 二十个土兵 步兵刀头就管辄二十个洗枪的头母 二十个土兵 这个马兵刀头 身长八尺四五 有一把长鬚 一尺五寸长的 绵如仲早 眼若朗星 十足个关公 整个运城远的人都称呼他做美严工 他是本地的有钱人家 但是他个人仲义梳采 转满中意结析江湖上的好汉 学得一身好武艺 那个步兵刀头 姓雷明华 身长七尺五寸 纸糖色面皮 长了一把扇圈胡桑 因为他个人好大力 而且跳得好远 两三丈阔的山间 他一步就跳过去的了 所以整院的人都叫他做插刺虎 他是本院打铁佬出身 后来又开了一间中米的队房 又杀牛开岛 他这个人 虽然都是讲义气 但是心地有点狹窄 他也是学得一身好武艺 朱童和雷幻这两个人 在院里面是专管琴拿盗策的 当日 知院时民都叫他们两个来 吩咐他们说 我自从到任以来 就听讲 本府济州所属的水乡梁山坡 有一帮盗策 最重打劫 抗拒冠军 恐怕各个乡村的盗策 也是好猖狂 少人甚多 今天叫你们两个来 你们要不持辛苦 带来那些土兵 一个就出西门 一个就出东门 分开两条路去巡查 看见贓就要捉 但是要注意 不要骚扰那些乡民 我知道在东溪村的山上 有一棵大红叶树 帝树都没有 你们大家去到那一树 就乘几片树叶回来 交给本院 那就即是表示你们 确实是巡到那一树了 如果没有红叶带来 就说明你们没有去到 要严加扎符 两个刀头接受了命令 就各自回去点齐自己的人马 一人去一边出发去巡查 朱童就带着人出西门去巡查 这些就不说他字 只是说雷幻 当晚他带着二十个土兵出东门 绕着一条村到处巡查了一片 去到东溪村的山上 人人都摘了些红叶 然后就进去村 走了两三里路 来到一间廟 就叫做灵官廟 一见到廟门都没有山 雷幻就说了 这间廟里头又没有妙足弓的 廟门又不山 难道有坏人在里头? 进去看看 那大家就拿着火把一起照着进去看看 咦? 那见到在神台上面 有个大汉赤条条地躺在那里 今晚的天是很热的 那条大汉将那些烂衣 挂在一块枕头 喀喀喀喀吻得淋了 雷幻一见就说了 你说古怪不古怪呢? 资院上宫真是英明 原来东溪村这树真是有贼 喂! 雷幻大喝的声 那条大汉一下吓醒了 正说想挣扎 就已经被那二十个土兵一起上前 按住他 用条绳来绑索 拉了出去灵棺庙 这个时候天息还是很早 不过是五更 雷幻就说了 我们不如将这个家伙押去潮保证间 装住先 在他的书里拿点心吃下 然后再押回院里头审问 那帮土兵听见有食物 当然是赞成了 于是雷幻带着整班人 就走去潮保证间 装了 原来东溪村的保证 是姓潮的 单名一个丐字 潮丐 祖先是本院本乡的有钱人家 他的为人仗义疏彩 专门喜欢结晰天下的好汉 但凡是有人来投奔他的 不理好丑都留在庄树主 要扯了 又送钱过他 资助他起情 他又最喜欢刺枪洗胖 本人又生得身强力壮 没有草老婆 中之无日都在锻炼筋骨 运城远的东门外有两条村 一条是东溪村 一条是西溪村 两条村就夹着一条溪水 当初呢 这条西溪村是时时说有鬼的 那么你记住 天方 wealthy 都会迷人下水 在隶 Ter ambient 测死 字都字他不能 有一天 有一名和尚经过 西溪村的员 叫那些人用青石造了一個寶塔安,鎮住溪邊,真是靈,西溪村就沒有鬼了,鬼去了哪裡呢?走到東溪村 這件事被朝蓋知道,就叩咩了,能能地走到西溪村,一個人搶了青石塔,捧到東溪村放下 從此,人人都叫他托塔天王,在這條村樹,沒有人敢噎他的,江湖上都認識他的名字 現在說回雷橫帶著那群土兵,押著那條大罕來到朝蓋的莊樹拍門 莊客聽見就去報給朝蓋知道,這麼早晨朝蓋都還沒人起來 聽見是雷刀頭來到的,立刻叫開門 莊客開門,那群土兵就把那條大罕吊在門房裡 雷橫帶著十幾個頭頭,就進到草堂裡坐下 朝蓋起身出來接待他們說,刀頭來這處有什麼公幹? 雷橫就說,奉了知縣上公的命令,叫我和朱童兩個,帶著步下的土兵 分頭下來各條村到處巡步盜策,嘿嘿,巡了一整晚,累了想休息一下 所以就走來貴莊休息一下,是吵醒保證你睡覺 啊,什麼話,什麼話 朝蓋立刻叫莊客安排酒菜來款待 朝蓋又問,刀頭,在閉村有沒有逐到過一把賊仔? 嘿嘿,正在前面的寧觀廟裡頭,有個大漢在睡覺 我看那個家伙都不是個善良君子來的了,一定是喝醉了在那睡覺 我們就逐著他用醒來綁實,本來想立刻戒回去院裡審他的 不過,一來那個天仲是早得些,二來呢,也要說聲給保證你知道一下 如果日後知院相公問起來的時候,那保證要有得說也行,是不是呢? 那個人現在叫在貴莊的門房那裡來,多得刀頭來通知啊 過了一陣,酒席擺好了,朝蓋就說 在這裡想聊天也不方便,不如請進去後廳吧 於是就叫莊客在裡面點起蠟燭,請雷宏進去喝酒 朝蓋又坐在主位,雷宏坐在客席,兩個坐定,莊客就上菜斟酒 朝蓋又吩咐買酒來給土兵喝,莊客就帶了那幫人去廊下客席那處款待 大碗酒大塊肉,猛叫他們吃 朝蓋一邊陪雷宏喝酒,一邊的心就想了 村裡頭有哪個賊給他捉住啊? 讓我去看看是哪個才行 陪雷宏喝了六七杯酒 就叫了家裡一個主管出來,說自己要去小便 叫他陪刀頭喝酒先,就走開了 他進去裡面拿起燈籠,一直來到門樓那裡看看 那幫土兵全都去喝酒,所以沒有人在外面來 朝蓋就問看門口的莊客說 刀頭燭來的賊在哪兒來啊?在門房裡來啊? 朝蓋推開門進去,拿燈籠照著一看 看見那條大漢高高地吊著在那裡,打出一身黑肉 兩隻黑脆脆毛神的腳被人插緊,打大赤腳 朝蓋就照顧他臉,見他臉口闊闊,紫黑色臉皮 在笨邊有一塊豬沙紫,上面長著一片黑黃毛貼 朝蓋就問他說,喂,你是哪兒人? 我這條村未曾見過你 小人,是很遠來的,要來這裡投奔一個人 誰知他們把我當作賊足起來,我要找地方講明白才行 你來我這條村想投奔誰呢? 我來這條村,投奔一個好漢 這個好漢叫做什麼名? 他叫做朝寶政 你要找他做什麼? 他是個天下文明的義士好漢 我現在,就有一宗富幣要告訴他 所以我才來的 你不要說字 我就是朝寶政 如果你想我救你 你就認我是你親戚 等一會兒,我送雷刀頭出來的時候 你就叫我是舅父 我就認你做外生 你說四五歲就離開了這處 現在來找舅父不認得了 得意是你答夠我,真是非常敢些 麻煩你了 朝開拿著燈籠,走出房間 關了好門,快快速速回到後廳 雷刀頭,抬慢了,真對不起 混狗了,保證是真 兩個人又喝了幾杯 窗口已經有日光射入來了 雷橫就說,出日頭 小人要走,要回去院裡簽到 到頭有公事在身 不敢留你 什麼時候再來閉村公幹 千萬要請來 到時一定來拜號 保證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好好好,不送就不送 我送到莊門口 兩人一起走出去 那幫土兵個個都吃得飽飽 那幫槍棒 就去門房那裡解了那條大漢落地 盜綁著手,帶他出門口 朝蓋見到就說 好幾條大漢 雷橫說 這個家伙 就在寧觀廟捉到那個賊 話又未了 那個大漢大叫一聲 舅舅,快點救我 朝蓋乍家衣看看他 咦,你不是王小三嗎 是啊,我是小三,舅舅救我 大家聽到都嚇了一跳 雷橫就問朝蓋說 這個人是誰 為什麼認得保證呢 他是我的外山王小三 這個人怎麼會走去廟室睡呢 他是我姐姐的兒子 從小在這兒住的 四五歲的時候 姐夫和姐姐搬去南京住 一去就去了十幾年 這個臭小子十四五歲的時候 又回來那一趟 跟著一個人 說來學做生意 以後就一直沒有見面了 以前聽人說這個臭小子 不生性 沒有出息 為什麼會扔回來這裡呢 我本來都不認得他的了 不過他的殯邊 是有一塊豬沙寺的 所以我若若妄妄都還認得 小三 為什麼你不一直回來見我 走去村子做賊 舅舅我沒有做賊 你沒有做賊 為什麼又會被人抓住你在那裡 潮過一手在土兵處就拿了一條棍 兜頭兜面就打過去 雷橫跟大家就勸著他說 不要打不要打 聽他說 舅舅 你不要生氣 你聽我說 自從我十四五歲的時候 回來一趟之後 到現在不是十年了嗎 昨晚我在路上喝多了杯酒 不敢回來見舅舅你 就趁著一間廟樹睡一晚 等起床才來找舅舅你 總之他們不問情有 強硬捉住我 我沒有做賊 畜生 你不直接來見我 在路上就貪飲那口黃湯 家裡沒得給你喝嗎 臭死人啊你 打過你都不行 雷橫就勸他說 保證不要打他了 也不用生氣 你外生並沒有做賊 我們不過見他這麼大隻一條大漢 在廟樹睡覺這麼奇怪 而且又面生 不認得他 所以就懷疑他 捉了他來這樹 如果一早知道他是保證的外生 那當然不會說捉他的 人類 快點解開他 是 保證 不要見待 導致是你外生 就不至於這樣的 真的得罪了 好了好了 我們走吧 刀頭不要走字 請進去裡面 我還有幾句說話 雷橫放了一條大漢 就跟著朝蓋 一起再走進草堂 朝蓋拿了十兩花銀送給雷橫 他說 刀頭不要嚴小 請收起他 那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如果刀頭不收 那就是乖我了 好了 既然保證這麼有心 我就收起他 將來再來報答 朝蓋叫那條大漢拜謝雷橫 同時 又拿了些銀兩 打上給那些土兵 然後再送到莊門外面 雷橫帶著那群土兵就走了 朝蓋就跟那個大漢 翻到進去後廳 拿幾件衣服給他換過 拿了頂頭巾給他戴發 就問他姓什麼名什麼 是哪些人士 那個大漢就說 小人姓劉明堂 是東奴州人士 因為在殯邊有這塊豬沙寺 人人都叫小人叫赤髮笔 專程來這裡 送一單富貴給保證大哥 昨晚因為喝醉了 睡在一間廟裡 誰知被那幫家伙逐住 綁出來這裡 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這麼幸運今天在這裡遇到大哥 大哥錯好 受我留堂四拜啊 拜完 朝凱就說了 你說要送一單富貴給我 現在在哪裡來啊 小弟自小飄蕩江湖 去過好多地方 尊號結識好漢的 時時都聽聞大哥你的大名 顧不到今天有緣相遇 以前 見到山東河北那些做師匠的 很多都是投奔過大哥你 故此小弟敢說這句話 不過 不過要這裡沒有別人 才可以推心自覆地說給大哥你聽 是這裡的都是我的心腹 儘管說不要緊的 是這樣的 小弟探聽了個消息 說北京大名虎梁忠書 買了十萬罐金珠寶貝 人家送去東京 和他外父蔡泰師拜首 去年 他也送過十萬罐金珠寶貝 未到半老 不知被誰劫了去 到現在還抓不到人 今年 他又是買了十萬罐金珠寶貝 日內就安排起程 唯一要趕著六月十五個日生日 小弟想 你一單是不義之財 拿了他沒有什麼不妥 你說商量到個辦法 是半老作了他 天知道也不會敗罪 一向聽聞阿哥的大名 是個大丈夫武藝出眾 小弟壞壞地 也學過那些本事 別說三五個人 就算是對著一兩千兵馬 拿著槍也不怕他 如果大哥你不嫌棄 小弟就專程獻這一單富貴給大哥 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好 洗得 你來到這處 一路當然很辛苦 請去客房休息一下先 讓我認真考慮一下 明天再談 潮蓋就叫個莊客 帶了劉堂去客房休息 劉堂在客房裡想想想想 你說我撞了什麼鬼 辛苦了一整晚 幸好多得潮蓋救了我 豈有此理 雷華我個臭公 白白拿了潮補正十兩銀 又吊了我一晚 啊 那個人怕走了沒多遠 我不如拿潮棍追上去 掃掉那些人 搶回那十兩銀 拿來送給潮蓋 出回我這口氣也好啊 沒錯 引於這樣啊 劉堂走出房門 在槍架上拿了一把撲刀 出了莊門 大搭背向南邊追過去 這個時候 已經天亮大白 他追了五六里路 追到了 他隔遠就大聲喝說 喂 那個刀頭不要走 雷華吃了一驚 轉頭一看 見到是劉堂拿著一把撲刀追過來 雷華立刻在土兵樹 拿著一把撲刀在手 喝回頭說 你這個人追來做什麼啊 正正地把十兩銀還給我 我就搖了你去 嘖 那十兩銀是你舅舅送給我的 那幫你什麼事啊 我如果不是看上你舅舅的份上 我就劏了你了 這麼大膽還反而來問我拿銀 我明明不是賊 你是把我綁住吊了一晚 又騙了我舅舅十兩銀 你屬性的就拿出來還給我 我就佛眼相看 你如果不玩 我就叫你當堂流血 蛤? 你這個敗壞家門的賊仔 居然這麼無禮是嗎? 你這個專門欺負老百姓的邋遢鬼 這麼大膽地罵我? 你 你正是擦頭擦臉擦骨頭 肯連累了潮凱的你 你敢去擦心擦肝 想欺負我? 別指著你 流堂火滾了 他說 我不打到你爬低你都不知死 來 和你見個輸贏才行 武器把撲刀就直取雷環 雷環呵呵大笑 撲刀一揮就來迎戰了 兩個人 就在大老鼠打起來 鬥了五十幾個回合不分勝敗 那幫土兵見雷環贏不到流堂的 就想一起湧上去跟他播過 在這個時候 路邊那道離班門一打開 有個人握著兩條銅鏈大聲地說 你們兩個好漢不要打了 我已經看了很久 你們先歇一歇 我有說話說 講完 用著銅鏈在當中一架 兩個人都收著撲刀跳出圈外站著腳 看看那個人 只見他的打扮好像一個獸彩一樣 戴了一頂桶子樣的末眉娘的頭巾 穿了一件黑菌邊的麻布寬衫 促了一條茶喝式的腰帶 雙腳穿著絲鞋正物 這個樣子生得微青木獸 面白蘇牆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 在梁山博一百零八個好漢罪而起了很大作用 在梁山博一百零八個好漢罪 在梁山博一百零八個好漢罪 在梁山博一百零八個好漢罪